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简称中原海运 是世界第三的集装箱乘运公司 共管理505艘船舶 运力达到303万个集装箱 除了集装箱排名世界第三以外 中原海运的干散货船队 邮轮船队 散货特种船队都是世界第一名 你知道中原海运为什么能成为世界第三吗 主要有两个大事件 第一 其实中原海运是两家公司重组的 2015年呢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 与中国海运集团实施重组 2016年2月18日 中原海运宣告成立 没错 信心的观众一定发现 今天呢 就是中原海运改革重组的五周年纪念日 第二个事件呢 是在2017年的7月 中原海宣布联合上港集团 以总价近430亿元 收购了东方海外 东方海外简称OOCL 是由董浩云于1947年成立 2017年的时候 世界集装箱传统排名第七名 在他收购了东方海外以后呢 中原海运超越法国 达飞轮船 成为世界第三名 几身世界集园领域的第一梯队 下一期呢 我们聊聊地中海航运 你知道这家公司的简称是什么吗 un 什么事 顶二战 成为世界一战 一个・明天的一战